一家人手语演绎是最佳的暖场动作 大家一起跟着笔动作 气氛一下就热起来 今天是尼泊尔的甲棋 然后我们就趁小孩子没有去上学 我们就来这个舍一礼 带动小孩子进士语 还有就是环保 然后跟他们教育他们 他们的家要怎样去整理 慈激志工过去的三个星期 一直在兰皮尼十一里的沙德哈瓦村 进行第十一里组合物计划 趁着工架走入村里与大家互动 让大家更了解慈激精神 今天我们还有带动就是 让他们更认识慈激的延企 就是因为我们是用小钱行搭讪 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花季来呈现 呈现完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没想到 出名大家都有乐意哦 更荣切地来仇竹童 我们是一种花季来说 我们是用小钱去世上的 我们是用小钱来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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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护身边物 吸浮且知足 简单一句禁私语 提醒大家不可浪费 并在生活中弱势环保 然而环保到底要怎么做 志工主义介绍类别 分享分类观念 上人讲的希望共产党是要很长的 我们是用一个轻松的方式 走入这个村里 让大家有一个和谐的 方式这样子去互相的认识 主要还是要让他们有爱的存款 希望这个村里的人 可以有这样子的那个爱心 小爽小爽的累积上来 就录了我们所谓的功德 透过活动在佛陀的故乡 带动更多人一起累积爱的存款 大爱新闻 优尼斯黄聚成 尼泊尔报导